我有仔細的 再把黃紫嬌的這兩萬次看完 焦點都不在受害者 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這兩次 雖然她都再三的道歉了 大家都沒有去關注 我無所謂 所以在黃紫嬌這個事件的 受害者 很可憐 黃紫嬌師父張小燕 也無法原諒她 我覺得這裡面 小燕姐真的是最令人同情 真的 她一直說孩子沒教好 我很心痛之類 不過我認為小燕姐是在幫黃紫嬌 你先去刺責自己的孩子 那別人就不太忍心再對她怎麼樣 因為她的爸爸媽媽都這樣罵她了 而且罵得比別人都兇 你就不敢了 好來這個妹 演藝圈裡更需要淨灘活動 說得好耶 我覺得的確啊 台灣就是要有一個淨灘活動 環保一點 把一些對這個沙灘很不好的 負面傷害的 的確要把它去除 其實這幾天呢 我有仔細的 再把黃紫嬌的這兩萬字看完 在這兩萬字當中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 黃紫嬌說 她有黃紫嬌1.0到2.0 1.0可能就是 早期她進入演藝圈 當時她因為跟阿寶談戀愛 交保戀 然後讓小S非常傷心 就在娛樂節目當中痛哭流涕 之後阿寶很長時間沒有在台灣 有活動跟節目 然後黃紫嬌當時其實也蠻慘的 被整個娛樂圈排斥 所以那算是1.0 黃紫嬌的2.0 就是大家現在比較熟悉的黃紫嬌 任何不論是韓國藝人 或任何大牌的國外的藝人 甚至於台灣所有的記者會 她大概都包了三分之二 在這方面我們必須講 她還真的蠻努力的 功課做得很足很足很足 然後她手上有訪談節目 有綜藝節目 有所有的活動主持 她其實還有廣播節目 甚至於我在宗教台 還有看到她的這個訪談節目 等於是陸海空都有她 我在臉 然後現在是黃紫嬌3.0 也就是說 大家能不能接受黃紫嬌 就是黃紫嬌說的更好的黃紫嬌 黃紫嬌她是性騷擾的加害者 這一塊她沒有否認 你必須想沒有否認 所以現在因為北檢已經開始要偵辦了 所以她可能也要面對一些司法的調查 要付出她應該付出的代價 除了這個之外呢 因為我們也不是司法機關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整個社會能不能原諒這樣的一個人 然後讓這樣的一個人回到演藝圈 我記得我之前在維京女王 我就曾經說過 我認為黃紫嬌是一定會回到這個演藝圈 有幾個理由 第一個就是她好不容易從1.0升級到2.0 她的人生在最高點 可能各位就是說她錢也賺夠 可是錢沒有賺夠的時候 那更何況 她的家人也受到了一些影響 我也不相信說一個月沒收入會影響到她的生機 的確不會 但畢竟以她的年紀 她還不到退休的年紀 然後這件事情如果就這樣子了 她沒有辦法付出不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個人認為她真的需要去看一下 精神科醫生或者是心理諮商師 幫助自己 因為她她狀況還蠻嚴重 因為我不是專家 我必須講說她目前的狀況 的確情緒各方面都還不是很穩定 可是雖然不穩定 但是看起來她對於要回來演藝圈這件事情 我認為她已經是有這樣一個決定 因為她已經告訴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接受一個 就是未來更好的黃紫嬌 就是告訴大家說 她就希望大家原諒她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看看像我們後面會講的No No 因為她回來演藝圈是0 機率是0 還可能就坐牢 基本上就躲起來了 然後你再看看另外一個人陳建州 到目前為止她是根本不承認 而且去告對方 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 就表示他們 因為陳建州也不 她本來就已經沒有在演藝圈發展 她也沒有什麼主持之類的 她其實是 大家知道PLG就是對 就是在她的籃球那一塊 然後那一塊她有根深蒂固的人脈 我覺得有恃無恐 陳建州是真的蠻有恃無恐的 所以財力又驚人 講難聽一點才大氣出吧 我覺得就是有一點 處理的方式的確讓人覺得匪夷所思 不過我們將來就是看這個 這個官司怎麼走 但是黃紫交的部分不同 就是大家不會覺得很奇妙嗎 奇妙的部分就是說 她處理 黃紫交處理這個涉及性騷的事件 你已經承認了 你道歉就好了 可是她又燒了一大把火 然後我也把自己燒得亂七八糟 可是可以看得出來 她並不想離開那個光環 然後我相信 當然也捨不得她這十年當中的工作的成就 所以她是勢必必須回來 而且在台灣演藝圈很有意思的是 誰管你們同不同意 不好意思 你不要生氣 我覺得就像邵琴 邵琴剛剛講 就是說要回來他們就回來了 但市場會不會接受 各位沒有錯 就像黃紫交講的 也是有一些吸大麻的 後來現在收入也都很高 台灣的粉絲 台灣的觀眾朋友們包容心真的比較強 然後大家很快就忘記了 不過當然我相信黃紫交這個事情 他傷害真的比較大 就是有一個層面就是說 從前面三支的所謂的道歉影片 到這兩萬字 焦點都不在受害者 大家有沒有發現 大家來評評理 就是這兩支雖然他都再三的道歉了 大家都沒有去關注 所以在黃紫交這個事件的受害者 很可憐 還要被網路霸凌 然後也因為加害者本身的身心狀況 實在狀況比較糟 所以大家的關注點 都不在那個姓嫂的部分 反而都在猜那13個藝人的狀況 他講的那些人是誰 所以整個事件已經完全被模糊了 那現在這兩萬字顯然就是 前面的三支影片想要模糊焦點 後面的這兩萬字又想要付出 可是社會畢竟還是自由攻斷 所以看起來呢 我們好多的朋友們 對這個他要付出這件事情 似乎是不太贊成的 黃紫交師父張小燕也無法原諒他 我覺得這裡面小燕姐真的是 最令人同情真的 她一直說孩子沒交好 我很心痛之類 不過我認為呢小燕姐是在幫黃紫交 大家不知道一個概念 會覺得小燕姐對黃紫交也是苛責他 就是說你不斷苛責就是會責備他 意思就是說你這樣 你呀50歲的身體 5歲的情緒 然後你是50歲的身體 5歲的情緒之外呢 你沒有獲得原諒 沒有準備沒有工作啦 意思就是說你也別想回到演藝圈 不過呢這有一個氛圍就是說 有一個氛圍就是說 你知道通常媽媽或爸爸 面對自己的孩子犯錯的時候呢 會在大家面前可能會打孩子給別人看 那個概念就是說哎呀都是我們家這個小寶不對 都是他不對 哎呀小寶怎樣怎樣 你先去刺責自己的孩子 那別人就不太忍心再對他怎麼樣 因為他的爸爸媽媽都這樣罵他了 而且罵得比別人都凶 你就不敢了 自古以來呢 咱們老祖宗教我們這種智慧就是這樣好不好 先把自己的孩子罵一頓 當然不要毒打 現在沒有這種處罰孩子的方式 但是我認為小燕姐是用心良苦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在兩萬字的這個內容當中 不就黃子嬌有講啊 他就說當他沒有辦法振作自己 每天都把自己關在房間裡 然後什麼都不想做啊 每天就只有這樣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是小燕姐 然後跟這個孟耿如 他們一起跟黃子嬌分析了很多 包括如果你不能振作起來 如果你沒有辦法換回自己的責任感的話 那麼不但是你自己會一直沉淪下去 然後你的工作團隊怎麼辦 其實講了那麼多大家聽不懂 我幫大家翻譯 這個意思就是說啊 你如果不振作回到演藝圈 繼續賺錢幹活的話呢 那你的這些小夥伴們也沒有飯吃 就這麼簡單 就像今天如果我不幹了 那我的小編也沒飯吃 你要不要繼續幹活下去呢 也要啊 不是你一個人餓肚子啊 是大家都餓肚子 是這個概念 如果小燕姐跟孟耿如 都會去勸黃子嬌的話 我認為他們會是希望 黃子嬌要繼續工作的啦 因為你不工作 哭哭啼啼 不是個辦法 是這個樣子啦 其實我今天的主軸 就是告訴大家 嗯 在工作上他100分 但是情商 就是處理 就是商量了商 情商方面呢 他的確是需要再進步一些 然後再遇到這麼大的風暴 你又身為一個公眾形象 又這麼高的人呢 這方面的確是不及格 所以如果你想要回到演藝圈 就像很多的網友說的 你恐怕要先做一些事情 包括我建議黃子嬌 他已經道歉兩次了 包括6月19跟7月19的兩萬字 已經說那麼多了 雖然他有意思說道歉 叫我們大家都不要斷章取義 之類的 可是這兩次 有關於被他傷害的那些人 都被淹沒了 因為你第一次的三段影片 大家討論都是13位藝人 第二次的影片大家討論的 還是在夢等如你的家人 或其他等等的 然後對於那些受害者 嗯 大家沒有看到 你要如何撫平他們身心靈受創 所以建議黃子嬌 機會呢 有時候是在你自己身上 也不是我們給不給你機會 雖然我們今天的投票 那顯然 大部分的朋友們呢 都對於他要回到娛樂圈 是覺得 嗯 有點難 好 真的超丟臉的就是no no 大家有看到今天有一則新聞 就是 BBC訪問了小洪老師 其實在今天直播前呢 我也有跟小洪老師聯繫 本來希望他來我們節目 嗯 小洪老師 其實在這段時間 受到了蠻大蠻大的壓力 而且這個壓力很多時候 是來自一些 根本這些人真的是很糟糕 比方說有些人在網路上霸凌他 有些人呢 甚至去 呃 就傳一些威脅他 恐嚇他的簡訊 啊 這個小洪老師都有 呃 之前有告訴大家 而且也有提告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明明他就是個受害者 然後每一個人呢 很多人在看待受害者的時候 我覺得啦 80%大家都是善良的 會同情受害者 可是就是會有那些20%的人呢 就是巴不得去摧毀他 給他很多很多的攻擊 我覺得這種 這也是在考驗一個社會成不成熟啦 會去攻擊這些受害者的人 我都不知道你們心裡在想什麼 好 然後呢 奇怪我越說越激動 嗯 接下來呢 我要講的就是說呢 今天的BBC就 也 他們也報導了 台灣MeToo的這個蜂巢 因為畢竟MeToo蜂巢 不是現在開始已經好幾年 在好萊塢 在世界各地 甚至在韓國 都已經吹過一段時間了 然後呢 最近在台灣掀起了這麼大的一個蜂巢 然後國外的媒體呢 其中也提到了 黑人陳建州 也提到了Nono 然後同時也有提到了黃子椒 這幾個 這當中 他們也都分別的去問了當事人的經濟公司啊 或者是對外窗口 當然他們都沒有回應 其中呢 我就必須提到了Nono這件事情 因為畢竟Nono呢 是比這個性騷更華張跟更惡劣就是 它裡面有好幾個案子是涉及到性侵 現在因為這些受害者非常非常多 有部分已經到法院了 已經對他提出告訴了 而且大家知道他不是一整個包裹去審理 可能就是一個案子一個案子 所以Nono要面對這個狀況很多 雖然 Nono 當然啦 以他的財力他也請得起律師 所以他也有一個律師團了 然後請律師來面對這個法律訴訟 所以他現在躲起來他什麼都不講了 而且那個道歉也不算道歉 總之他就發了一個莫名其妙的聲明之後 人就不見了也神隱了 好 來 這個妹 演藝圈裡更需要淨灘活動 說得好 Yeah 妹 我應該是不認識你啦 我覺得你好棒喔 你說說我的心聲 我覺得的確啊 台灣就是要有一個淨灘活動 環保一點 把一些對這個沙灘很不好的負面傷害的 的確要把它去除 但是同樣的 要怎麼淨灘呢 你也不能我們不是藝人的人 一直在那邊講講講 那你們自己本身是藝人的人 就很相怨啦 什麼都不講 然後大家都閉嘴 好最好就是這件事情跟我沒有關係 馬照跑舞照跳 然後錢照轉就是了 好 然後這裡很髒也不干我的事 嗯 蠻奇怪的齁 NONO的事件 好像到目前為止 我是看到了憲哥 他第一時間說他看到了新聞 然後看到那些指控 他連飯都吃不下去了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沒有看到 有一些你身在演藝圈 當然一些網紅律師或什麼 那不算好 我覺得蹭流量的不算 就是 不是要蹭流量的 但你為了整個娛樂圈的正向發展的 能不能就是大家也要出來說個話 或者你們覺得說 那都已經進入司法訴訟啦 現在我們都不方便評論 就這樣啊 就這樣啊 那好歹也就是大家也要有點表示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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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